我们来到这间专食饭的店铺 老板每几个月就全日本首落 有什么靓米 回来就是五种每几个月 给客人品牌 你说你很好记性的 你介绍一下 我做了一些资料的搜集 第一种叫青天的霹靂 你看到的名字很有写意 很写意吗? 不是猪脚的意思 屁的霹靂 对不起 好 清天的霹靂 清天的霹靂 它有一种特性 那种特性就是 那种黏得来又爽口 有点矛盾 有点矛盾 所以米很难做到 真的很考厨师那种火候和水分 好的 到你了 很简单 有一种米叫蟹蟹 它是特别硬的 说完 不是的 好像没那么短 特别硬 是 第三种 是 就叫做四万十 打牌那种 四万 十就是十公里的十 好的 四万十 我猜是地方名 是地方名 特性就是 那种霉金味是很厉害的 霉金味是有的 还有是 软度 就是最软 是吗? 是 是 你还怎么看着我 你看着我 这里没有人的 只有我在 还有最大粒 鑽石 是的 所以你待会很容易分到 哪个是四万十 好 还有一种 我记得叫雪莊 雪莊 雪莊用三种米混合而成 是 无论它的光泽 软硬度 香气味 都是非常好 是 这个容易分 是吗? 有三种 三种 它混合了 全是白色的 你怎么知道是哪一种 还有一种呢? 有一种叫券梁 是 雖然名字有点特别 券梁的特质就是 它本身是放了一些海盐种植 大家都会不以为 放了海盐是否会咸的呢? 是的 但其实它是最甜的一种 所以我很期待吃这种券梁的感觉 现在我们介绍得很清楚 是 试试自己的口感 好 五种米都在我们面前 它是用二十分钟炮製了 我们逐个逐个试 前面有答案 看看我们是否能吃到 有感觉 刚才我们介绍的 对了, 那样的 今次的挑战 我用抬除法 首先我们说过有最硬 接着有甜味 接着有回甘味 对了 其实我用的方法是用真诚 和直觉 因为全靠真诚和直觉 才可以品尝到米的真正味道 这种我感觉到 是 我感觉到黏性 黏性可能是青天的霹靂 青天的霹靂 因为黏得有爽口 我们试了先 所以如果感觉到爽口的感觉 就应该是青天的霹靂 真的 爽口 我觉得大一粒 挺大一粒 你看 大一粒 你看 是多大一粒 你看 小小硬 对 青天的霹靂 你觉得是青天的霹靂 我想再试一样 才是 介定是什么 好 比起这个小一粒 不是这个大一粒 试一下 全部都有黏性 不同口感 这个软一点 是 是 是吗 你可以先试一下吗 你再试一下吧 你刚才说哪一粒 哪一粒是什么 我已经忘记了 这是青天的霹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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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天的霹靂的特质是偏硬 是 黏得有弹性的 好 这个呢 这个我觉得有点像你的雪崩 是 不是雪崩 是雪壮 雪壮 我就觉得是 硬不硬呢 会不会是蟹蟹呢 我觉得还未到最硬 尝尝第三个 因为我家煮饭 应该更硬 是吗 你拿不够水 对 来来来 第三个 这个 看得出硬一点 但是小粒一点 最大粒是那个 这个是硬的 不久都说硬 这个是小粒一点 我觉得 是吗 真的很小粒 硬 蟹蟹 肯定 蟹蟹还有什么特色 没有了 只有硬字 是 高姐的米不是叫蟹蟹 是叫蟹 蟹 假设 这个是《青天的霹靂》 这个是蟹蟹 是 其实我已经猜中了两种 不知道 Jaffrey 我知道 还有两个要试 这个不硬 你怎么看得出来 是软熟 你要先记住 你介绍了《青天的霹靂》 就当已经出现了 是 我说是雪妆 雪妆 有三样混合 这个是硬的 蟹蟹 蟹蟹 你还剩下两样 就是我的 四万十 四万十 还有卷什么 卷糧最甜 是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两个特质去 卷糧不是最甜 卷糧最甜 是吗 是, 因为下了海盐 对, 加不了你 感觉不到那种甜味 是, 有没有甜味 没有甜味 应该没有甜味 大粒吗 不算大粒 不, 比起来真的大粒 是吗 最大粒是四万十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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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, 四万十 怎样 最后的味道是甜 有吗 甘甘甜甜 那我们错了 错了 错了 不要紧 尝尝最后的 最有定论的了 哇, 这个很大粒 又大粒吗 我觉得这个呢 你先吞一下 这个最重要的 要喝一口水 哦 怎样的, 为什么 因为你感觉到 是不是最甜 你觉得这个是最甜 不是, 因为我找不到哪个甜 Jeffrey是猪队友 还是神队友 他是一个猪神 是的 这个最甜 这个最甜 刘梁 肯定 刘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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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只和第四只 第一只比较大 真的不太看得出 怎样的大粒 比较大 好, 看看这个是什么 是 雪葬 雪葬 这个对 好, 起码对了 这个最硬的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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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是这个错 你开了 好 清心清天的剔力 我倒转了一个 就是第一个 应该是第一个 这个就对了 最甜的 是的 刘梁 传师说有时候他也分不了 我应该就是分不了这两种 是的 他分错了 Jeffrey 在日本之行 就是来到尾声 是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有 十分不舍得 嗯 最深刻的是尋找富士山 是 因为尋找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但不要紧 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过程 还有有个记忆 是的 挺享受 是 还有吃很多不同的正东西 试了 有 饭 饭 不同的饭 是米饭 真的是重点 霹匿 蟹蟹 蟹蟹 还有 四万十 还有就是去参观不同的公厅 我猜不到可以跟你 就是全部东西 我都觉得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东西 我觉得所有体验都是很丰满 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做了很多东西 是 你说一下这次 你跟我真的第一次正正式式旅游 相处这么久时间 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也很小 好像跟一个小朋友聊天 是吗 对 跟一个小女儿在沟通 是 但当然是小女儿的样貌 智慧已经十分高超 你这么懂得说话 所以我失望益良多 学了很多东西 我对你的印象就是 你不承认也要说 是 很多人就说你生得很英俊 是 不要这么说 很英俊 完全不是 但是我发觉原来你很有趣 很喜欢跟我聊天 是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是 像不像社工 很多东西说 我也不捨得 我也有点不捨得 是 下次千万不要生寶 我们可能再约 好 再去真的要看到富士山 那一定要 可以吗 可以 我们那时候就要在富士山拍照 终于尋找到 尋找到 尋找到, 拍一万张照 好, 尋找到的富士山 我们的名字 勾手指尾 好 多谢你 多谢多谢邀请 不, 多谢勾手指尾 是要这样 然后手指中合十 打个印 打个印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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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开 TV 全面进化 重新啟航